1,2,3,GO Fat boy!Fat boy! 台灣No.1 超禮貌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美國的實況主 Increate Burn 憤怒了就是我 台灣 男 男 1 我說你們台灣的超禮貌 很可愛 我不是在罵髒話 你們台灣的超禮貌 No.1 聽說 你們台灣也有一個 網路主播超漂亮的 叫做 YUNA 她是台灣No.1 她跟我一樣是搞同行 是搞直播的 我現在就要去台灣找她 台灣No.1 KIDEE 觀眾朋友啊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職場正妹 就是近年來相當火紅的網路主播 YUNA 既可宣 今天我們不僅要跟她好好聊一聊 工作時的點點滴滴 YUNA跟我們的老王 竟然還要來一場破天荒的直播秀 準備好了嗎 最犀利的網友線上問答 即將展開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直播了 好 因為我從來不曉得這個直播是什麼 怎麼一回事 那就要靠妳帶領我 可以 進入網路直播的世界 然後待會兒我們會透過正妹 站出來的粉絲專頁 直播一次實況 給大家知道我們的工作內容 我們現在已經 所有都已經是設定好了 這個算是我們有史以來的大陣上 也算是奉獻的 第一次直播 因為圈內很多藝人已經開始在直播 但我還是沒有加入這個行列 所以我把第一次獻給這個節目 開始了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正妹站出來這頻道的 網路直播平台 今天我們邀請到 地表上最強的男人 少偉哥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這個直播 所以這個算是我非常寶貴的 一次的經驗 那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在先聊的 有人問說章魚今天怎麼沒有來 是不是跟少偉哥不合 章魚今天為什麼沒有來 你要問章魚本人 因為他其實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他是主播 他是電視新聞的主播 然後呢 我們這個外景要常常周車勞頓 那也許他會覺得這個坐車太辛苦了 所以他就待在冷氣房裡面啊 更厲害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就關在攝影房裡面 他竟然會得流感喔 一得得好久 就再也我在外景 就再也沒看到他了 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真的我也想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章魚主播 為什麼你都不用出這些辛苦的外景呢 有人問說 UNA可以表演一段舞蹈嗎 可以啊 來 那對啊如果現在這個框框裡面 那要送禮物啊 送禮物 對啊大家刷個花刷個禮物 什麼叫做刷個花刷個禮物 刷個花就是我們的畫面上會有一個選項 是可以送花給主播 有幫我看 沒有啊 我們Facebook沒有啦 我們RCT在上面會有 所以你們可以教人家送東西對不對 對 送花跟送禮物 對就可以提醒他們說 好跳一下啦 跳一下 好來趕快 真的有耶 Live呢 1 2 3 4 你真的跳舞的時候比較有魅力耶 嗯 對 那我本人建議你就是還是 唱唱唱唱跳舞 有人問說那個 王少偉的肌肉是真的嗎 他想要看 王少偉的肌肉是真的嗎 嗯 今天沒有帶出來 今天我穿的是這個比較 你沒有有V 那我們主播要有求V 主播有給你 刷花刷禮物啊 記得要刷花刷禮物喔 記得刷花刷禮物 好 那我稍微脫一下衣服 真的嗎 是真的 因為我裡面有穿 那你要幫我 你要在我的房間脫衣服 叫我幫你脫衣服 我沒有料到我可以在你的房間 好害羞喔 真的有耶 很壯 是不是 有 我們要你露腹肌 結果你要露胸肌 沒有 沒有腹肌啊 有耶 這叫什麼線 女生叫做什麼線 馬甲線 關播囉 我們要關播囉 要關播要收播囉 大家記得離開的時候 刷下花花 有離開要刷花花 買禮物 記得點關注喔 就可以收看下一次收播喔 拜拜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你當初怎麼會進來這個網路主播 這一個行業 單純想賺錢 這個一開始 真的我們都不曉得 它賺錢的地方在哪裡 付薪水給你嘛 有一個基本的月薪 有底薪 它開播時速75個小時就1萬塊 其他的就是禮物 禮物就是喜歡你的人支持主播的人 他們會去買點數 對 然後去儲值之後呢 就可以到他們登入自己的帳號 買禮物 禮物有分多少錢 有 你有收過最大的禮物是一次 買什麼給你 然後大概值得台幣是多少錢 一座城堡 大概1萬多塊的台幣 花10萬多塊 買城堡送給你 對 就為了那個禮禪 那送你的這個東西 你們是有這個紅利嗎 有 就是 主播大概拿三層是四層 那其他的 就是說如果1萬塊的城堡 送給你的話 你可以拿到三四千塊 對 那妳可以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網路主播 像妳這樣子的工作一個月 最旺最旺 可以賺多少錢 最旺 十幾萬 可是我算弱的 你給我拿來 我要加入妳 我們要納稅 12號 我也沒關係 工作的內容就是一直跟她 跟她們聊天這樣 就像我們剛才這樣 對 這個有沒有什麼門檻跟限制 這個工作 有 我們要考試 這要考試考什麼 正式主播 所以要有一個正式的資格 就對了 要去哪裡考 在家裡考 也是線上這樣考 就是跟工作人員超時間 比如說我下午來聊面試 面試的方式就是自己在家裡 做好鏡頭一樣 你就是面試 然後坐下來 先自我介紹 然後大概唱一首歌 這個時間 她看妳颱風了 溫協才不會持穷 她就讓妳開 要給妳一個Logo 就是一個主播的回答 對 那妳就得到了就是門檻 七十五個小時 有一萬塊的這個基本行資 就對了 妳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左上角有人留言說 我們都沒有看過 網路主播的房間長什麼樣 可以帶我去看嗎 好 今天我們就是要 滿足這個網友的好奇心 好不好 我們帶她突擊一下 網路主播家裡 到底長什麼樣 第一站 先來檢查一個櫃子 什麼 等一下 櫃子 幹嘛 趕快 打開 妳看妳在藏什麼 很亂 趕快啦 給我們看一下 好啦 好啦 看一下 櫃子是什麼 是什麼 怎麼會有泡麵的味道 沒有 這是什麼 衣櫃啊 衣櫃 沒有 沒有泡麵 確定 確定 這個是什麼 裙子 工作的裙子 不是 怎麼會用男生的衣服 今天男生練舞穿的外套好不好 出來 沒有 出來 這有分夏季冬季就對了 對啊 是外套 然後衣服 繼續 我們繼續抽查 來一探就是網路主播的家裡 我們又看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什麼地方 雙眼啊 穿 這是快樂營 又是我們台北租那個 道具服的地方 妳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這奇奇怪的東西 妳是有兼差喔 自己舞團啊 跳舞團 妳是不是有兼差 有啊 兼差 那妳展現一下 如果這個是 妳平時工作的時候 有什麼用 那跳舞的道具 為什麼會在房間裡面 這就是半個工作室啦 妳這邊的道具很多 而且有這個... 這個也太華麗了吧 妳是有遊行 妳要戴油罩嗎 這是配件 不是 我剛才 這可以拿嗎 這個是可以 這是配件 我剛才以為這個是 裡面都還會再穿一遍自己 原本的那樣 妳不要這樣 妳這個放在妳這個頭飾裡面 結果我想說 這應該跟頭飾有關 結果妳拿下來 我還以為是眼罩 不是啦 這不是喔 這是配件 這麼華麗喔 對啊 所以妳的真實的身分 不是只有網路主播之外 我自己的舞團 舞團喔 女子 所以這個也算是妳另外一個 工作室就對了 對啊 那網路主播這個工作 有沒有什麼風險 或危險的地方 有時候會有 就是像我們講的嘛 有些老闆 炸錢炸的很多 但是國外很多就是 中途其實都會跟 那種頻道的主人很熟 熟 對 然後他就會說 沒辦法因為這個主播傳世版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工作 還是得要小心 對 大概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妳必須要自己控制 對 不要隨意的就是跟這個 不認識的人出去 嗯 好不好